天天给我做 每天五中 老子当了一天的马农 想刷个朋友圈放松一下 刷了半天 全是看了让人讨厌的东西 尤其代购档 整天发的就是 某品牌爆款快来买啊 假一发时 老子就想问问 让我看了一年的垃圾广告了 世界真是充为废 有的哥们喜欢正能量 老发那种 马云为什么会成功 我说哥们 鸡汤虽好 可喝多了你就不撑吗 更有些人 假装自己说读得多 把自己当诗人 老发一些情啊 爱啊 再配上小全新的图 永远是这样45度的脸 还有些没脑子的 动不动就转发一些小道消息 比如说 仙人掌防电脑辐射 当时我还真就信了 买了五六盆 放在电脑前面 结果他妈的 都是骗人的 最最让人讨厌的 还是那种 保家里人平安 看到不转发就倒霉一年的 我家里人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老子看到一次 举报一次